真的是驚險一瞬間 在彰化有名駕駛 邊開車邊調整音樂 沒有注意 結果猛力衝撞了路邊的汽車 自己的車子則是翻覆四輪朝天 而同樣在台北市西湖派出所前面 有虛擬車駕駛 一次是要把車子裡頭的蟲赶出去 撞上了鎮藥解送通緝犯的警車 而遠景脖子扭到 嚇到直呼 當下感覺世界好像都安靜了下來 你收件了 警察借送通緝犯 休旅車突然從後面衝撞上來 車身整個彈起跟著90度側翻 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仔細看幾秒鐘前 遠景前腳才踏上駕駛座 連車門都還來不及關好 引擎也還沒發動 碰得一聲休旅車就衝上來了 巡邏車左車身凹了 車輪也毀了 猛力撞警車遠景的第一反應 恐怕是在想難道是要截球 看看車禍之前 休旅車駕駛左手伸出窗外 不斷擺動 疑似為了趕蟲 一不留神闖下大禍 差一秒就把遠景手都撞斷 駕駛座的檢查跟我說 他頭暈暈的 很多人在看 還好那時候車沒有很多 11號中午台北市西湖派出所 兩名遠景正準備借送 侵占案通緝犯歸案 剛上車就在自家派出所 門口發生意外 回想生死關頭 遠景直呼 當下感覺世界都安靜了下來 後座通緝犯幸運躲過一劫 而闖禍駕駛 只有輕傷送醫 驚險瞬間還發生在彰化 凌晨有駕駛同樣一時分心照獲 白色自小科車 急駛而過碰衝撞 臨停汽車 整輛車瞬間失去重心 像是陀螺般在馬路上360度旋轉 四輪朝天翻覆 速度快點 速度快點 四腳朝天 貨車右後輪輪框扭曲變形 而另一輛銀色轎車首當其衝車尾 更是整個被撞爛 雖然駕駛沒有酒駕 但坦承當時自己正在調整音樂 反應過來已經來不及了 還好只有四肢擦傷 撿回一命 記得綜合報導